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一个萝卜丸子 可以做成树丸子,也可以做成肉丸子 喜欢吃肉的你就加一点肉末在里面 不喜欢吃肉的就直接这样做 这个萝卜有一点可爱,但是很辣 今天我们就吃它了 先把皮给它削掉 然后将它擦成细丝 因为家里没有豆腐 是有豆腐的话,放一点豆腐 就可以代替肉末,补充蛋白质了 因为小方平时在家里喜欢吃素嘛 放入适量的盐 放盐就是为了把它弄软,撒软 把水分给它刷出来 搅拌一下 来,豆腐 来,豆腐 切成末 家里的妈妈 老公的妈妈来了 就是我的婆婆 有的你不喜欢吃葱的你就不放啊 不是说非要放 这个都是根据个人的口味啊 做料理嘛 只是一个参考 口味都是靠自己调的 你能不能小声一点 西子干里西拉山 放了10分钟左右 它这个水,你看就杀出来了 然后这个萝卜变得很软 把它取出来 把它切碎 切得越细越好 把这个也放入 把葱和姜 然后磕入一两个鸡蛋 喜欢吃胡椒味的就放胡椒 喜欢吃花椒味的就放花椒 直接加入面粉 这个面粉多一点少一点没有太大关系的 只要能够把它搓成形就可以了 自己就是按着放 我们在家里面不是说 每个家里面做菜都要准备一个秤 那个很麻烦的 其实只要是凭感觉 自己一边放一边来感觉 如果觉得盐不够的可以再给它放点盐 盐味这些自己掌控啊 根据家里面的情况 喜欢放酱油的又放一点酱油 今天我们拿到这里来炸 因为我那边那个厨房的灯坏了 还没有装 油烟机上面的灯坏了没有装 那个采光不好 把油烧到中温油 大概180度左右 就是它开始滚动的时候 油开始滚动的时候 把面团盛到勺子里面 这样给它滑下去 又或者说是戴上手套 搭上手套 我们用手给它挤下去 这样 挂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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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一下 最好是配一点蘸酱 这样更好吃 最好是配一点蘸酱 好